好 夜市当然有美食 很多最新最特别的美食 都是从夜市流出来的 不过呢 其实老老堂 讲到美食的发源地 很多都来自冯甲 像是大家印象中的大肠包小肠 还有章鱼小丸子 第一家店就是来自冯甲 而目前又有什么最夯的美食排行榜呢 告诉您现在呢 这个熊爪外形包 还有台式肠粉 另外呢 还有乌贼包饭 可是呢 获得了游客的青睐 带您来吃吃看 炸的 烤的 蒸的 煮的 全台各色美食小吃 从冯甲诞生 最新最夯美食排行榜 第一名是他 落上熊爪印的台式挂包 加入现炸的日式猪排 鸡腿排 淋上特条酱汁 意外对味 完黑熊的 它就是站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然后就把它手掌的形状 给它描绘下来 第二名台式肠粉 现真出楼 外皮软Q的肠粉 包裹猪后腿肉 香酥老油条 大口一咬什么滋味 脆脆的 然后那个油条还蛮香的 吃起来不错啊 蛮好吃的啊 这个酥脆的声音 容登第三名 外头是阿根廷进口的乌贼 炸成金黄色 塞满西班牙顿饭 每天可卖上千份 菜式酸辣酱 为什么 你酸酸甜甜的 小朋友爱吃 大人爱吃 上网去看 然后他有吃过 他觉得还不错 第四名 现烤鲜虾 木炭大火一烤 香气飘散 大街小巷 游客怎么受得了 成串成串的买 不用剥壳 边走边吃 风格创意美食源源不绝 许多都成了全台湾 最行的著名小吃 只要食材新鲜 融入创意 都有可能从冯甲出发 登上全台最行的流行美食 这内心文 林佳琴 陈玉柔台中采访报道